挂包外皮在油锅内炸的金黄酥脆 起锅后包进蔬菜猪肉等丰富配料 热腾腾酥炸挂包一拿到手 大口要下鲜香又脆口 滋味与口感都相当丰富 摊位就在宜兰东山 现在最有讨论度的清沟夜市 人多到热门挂包摊位 排队要排长仅一个小时 马路两旁一摊又一摊美食小饭 烤鱿鱼 泰国虾 红茶饮料 各式各样的小吃目不暇挟 中间道路挤满逛街人潮 不少在地人点名 就是相当值得一逛的夜市 甚至大盛知名罗东夜市 那会去罗东夜市吗 不会 因为很多去很多次了 那这是新的 满大的 就是感觉特别的翻场 就比罗东夜市比较多 来自台北新竹等地方的观光客 都特地来朝圣 清沟夜市摊位多 对比观光客熟悉的罗东夜市 罗东的固定摊位 加上流动摊位大约200摊 清沟夜市更大 有340摊以上 而且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 惊人的规模 能让人逛到腿软 这家的外套 多吗 多啊 比较更多 罗东夜市大多是固定摊位 向公所成租 设定为观光夜市 每天都有营业 而清沟夜市 号称宜兰最大流动夜市 礼拜三才开 除了聚集在地摊贩 还有来自外地的店家 而官委会每周 尽量安排不同性质的摊位 现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光客 清沟夜市在稻田边的马路上 总长1.1公里 两侧都有摊贩 来回逛完至少要花一个小时 不少观光客 以为宜兰最好逛的夜市是罗东 没想到隐藏版 清沟夜市 每周只开一次 却能吸引不少在地人来尝鲜 龙新闻代之间 半经文 徐宇晨一览报道